所有白手起家的富人都有各自能成功的原因,而支撑他们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拥有巨额资产的成功人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富有的习惯。 富有的习惯这一个词汇最早出现在托马斯科里的书籍里,他花费五年的时间研究了177位白手起家的富翁的生活习惯,他断言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会透露出, 这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成功,一起来看看富人们都有哪些习惯吧,一,每天早起都说早起的鸟有虫吃,在相关调查报告中,近半数的富翁或者在一些领域内有成就的人都有早起的习惯,会在工作前至少三个小时醒来,有人认为早起可以让他们的头脑变得清醒,激发更多的创造力。 这也是一种应对不可避免的日常策略,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情,处理突发情况,空出时间做计划安排,坚持这样做会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掌控来。 变得更加自信,二,每天坚持读书至少半小时,富人永远在学习,而非娱乐,有这样一组数据,人们收入越高,读书时间越长,年收入29万,付54万人民币的人。 读书时间每天仅为5到30分钟,而年收入90万人民币以上的人,每天平均将30分钟以上用于读书。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是世界级富翁,同样也是一个书虫。 他每年大约阅读50本书。 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80%的时间都在阅读,在成为沃伦巴菲特的纪录片中,巴菲特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书房和办公室阅读,每天的作息极度规律。 用大量的时间阅读新闻、财报和书籍了解当下的趋势。 三、坚持运动,保持健康,越是事业有成的人,越注重运动健身。 据相关调查,67%的富人每周锻炼超过三次。 24%的富人几乎每天坚持锻炼,比如王健林,即便工作再忙,每天起床后也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锻炼,比如马云喜欢打太极,一打就打了十几年,心理学研究表明。 运动既可以改善人的情绪,又能增强能量。 当你进行运动的时候,你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让你感到快乐,释放压力,减少焦虑,最重要的是。 运动还能让我们的大脑更健康,改善记忆力,有助于进一步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 四,建立起多条收入渠道,65%的富人真正在成为富人以前,至少拥有三条收入渠道。 他们不会依赖单一的收入渠道,而努力地去开拓更多,这样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受到影响也相对较小,更有机会扛过去,而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单一收入。 依靠每月固定的工资收入养家糊口,且很多时候花出去的钱比挣到的钱还要多,如果遭遇突然失业或薪资下调,就很容易陷入被动局面,更不利于财富的积累,由此可见。 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财富、事业、健康等,且善于经营自己,保持好的状态,会让你更有机会遇见一批同样好状态的人,从而更容易收获成功,如果你渴望人生富足。 事业成功,就先从养成一个好习惯开始吧。 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